幻面中的红色轿车行驶在马路上 但开到一半却突然自撞人行道 驾驶没把车辆停下还猛踩油门 导致轮胎燃烧车辆当场起火 消防人员后报立即赶到现场 扑灭火势好在没有人受伤 驾驶酒车职为零 但警方进一步搜索车内 一事发现有违禁品 事发在基隆14号凌晨2点多 根据警方调查 这名男子一事息时 属身上尸烟淡的一托密子后开车 先是偏离车道 接着又致撞石墩 撞车之后依旧猛踩油门不放 精神明显有异状 14日凌晨3时 本所接获伊林通报 成功一路安热路口 有车辆因致撞而酿火灾 经相望对于人员到场扑灭后 于驾驶座发现驾驶 攜带电子烟 即俗称丧尸烟淡 初步检验呈卡系同阳性反应 警循笔录后 依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不能安全驾驶 移送基隆递解 日前三重才发生 毒架冲撞警车 造成28岁远警殉职悲剧 在基隆又有驾驶吸食 又有驾驶吸毒丸 开车冲撞 只是伊托米纸 现在属于麻醉药品 只是伊托米纸 现在还属于麻醉药品 日前已经提案列为第三级毒品 希望法规能够赶快上路 记者黄绍铭剧报导